刚到这边然后上去吃饭找一下高姐 他们在楼上那里等我了 过来这边参观一下这边的环境 来了跟着高姐溜达学习 参观一下这边的环境 螺蛳粉小镇离这里也不严 这边是吃饭的地方 开始我以为这里是螺蛳粉乔镇 上到山顶了网红阵地螺蛳粉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很美很美 不怕没队友就怕有出一样的队友 给你转一下向头 看看高姐他们在哪里 什么 就是一个人就拒的占有了 拒的占有了 开两个车就打上来 本来就是没给力 在山上面写起好新鲜的空气 看到这树枝文型就拒 我们已经跟高姐跟高姐猪一样的队友 最后这样头你要懂得最后这样头 嗯 跟高姐这个猪一样的队友 到这个螺蛳粉小镇地 小镇飞鱼 还不知道什么那个名字太长了 我念不过了 螺蛳粉小镇飞鱼 原称滑翔基地 我看到对面那里的山我好喜欢啊 就是看着有点像是架一样 但是画门 然后空间看完了等会就打道回府 对面那里就有点类似像桂林山水的风景啊 然后等一会就下去咯 打道回府 给你们一起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微微的风吹过来 今天还好没有下雨 早上下了一下 现在已经雨停了 好了现在下去了 高姐走 我们下去了 走喽 再看一下这个 螺蛳粉小镇地传景地图 现在慢慢的走下去 还有两位的搭档 他们已经先回去了 提前回去有事情 他们在割骨 割那个竹子 可以闻到一股那个茶油的味道 还有竹子的味道 再割茶 走啊 现在慢慢走下去了 这坡也还行嘛 修的都是水一路 慢慢走下去 下山有点陡 镜头都有点晃的感觉 还是下毛毛鱼 然后现在去接竹妹 已经四点半过了 小店里走去 然后接到竹妹 就去菜市场看一下 买点菜吧 回来晚上煮饭 然后再买点面条鸡蛋 平时煮东西吃 现在出发喽 哎 好 跟老师拜拜 在前面 拜拜 好了 那我们现在回去了 去买牛奶好吗 你不是说你好久没喝牛奶了吗 那等一下我们买点排骨煮粥好吗 你要吃粥哦 我买排骨煮粥给你 那买完牛奶还要买排骨好吗 我想煮排骨粥给你吃 你都瘦了 你最近都瘦了 站来看一下 站来我看一下 怎么现在吃饭 太主妹这小吃户来了 他想吃水果好好吃 想要哪个 这个是什么水果你知道吗 樱桃 樱桃啊 那就给你买一点点啊 但是你要吃饭哦 好 还要吃什么果 火龙果啊 8个 好的回去要写作烟烟按时吃饭了 嗯 最乖了你看你最近都瘦了 瘦了很多了 买了鸡蛋还有鸡蛋现在回去 你在干啥那个链子掉了搞不上来的不理他了 谁要买呀 这是学校做的手工是吗 是 哇 这么简单 那你放上去呢 我一下子能做出来了 你一下子能做出来了 嗯 今天有布置作业了是吧 是 等一下要写作业哦 我想把这个放在家里面啊 好的 说姨妈给你戴项链 本来说煮饭吃的高姐说要请吃饭 又又过来了 说想猪妹妹啦 吃谢谢姨妈没有 谢谢姨妈 想笑姨妈 那你爱姨妈吗 爱 妈最爱猪妹的哦 吃饭 先吃点水果啊 等一下再吃要吃饭哦 不买啊好好学习 买书 不想买作业 买作业妈妈妈就给你了 妈妈妈也给你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今晚上的晚饭都省的不用做了 等一会的话就开始吃饭了 再见